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流头牧师 十月底,我有机会前去纽约 主领丰收灵粮堂二十周年的庆典 在庆典当中,我代表生命盒 赠送一个匾额给肖木道牧师 上面写的《影响世代,扩展神国》 在庆典之后,肖木师也特别请我分享 在纽约要开设优势电视台的意象 因为他们看见在纽约市 不但有各种阶层的华人 而且也有为数众多的社团 但却没有一个华语电视台 能够针对北美华人以及社区的需求 来提供合乎基督教价值观的节目 他们希望能够将优势的节目 引进纽约华人社区 来潜移默化地影响北美华人的文化 事实上,他们的想法 也正是当年我们成立优势频道电视台的想法 在2013年,当我们准备开始优势频道的时候 我们就把优势频道定位为 一个属于华人的非盈利 全方位生活的公益电视台 首先,优势是一个非盈利的电视台 非盈利的目的就是要确保我们节目的品质 我们的节目不见得是基督教的内容 但绝对是合乎圣经价值观的内容 而且也合乎社会大众的需求 这为什么我们把电视台取名叫优势 一方面中文的优 代表着优质人生的节目 另一方面英文字的优 代表着英文的你 表明这属于你的电视频道 其次,优势是一个全方位生活的电视台 我们当初刻意地没有把优势定义为基督教电视台 就是希望能够改变一般人对基督教只会说教的看法 我们希望优势的节目 能够触动弯曲华人生活的每一个层面 不但充满知性与感性 更是充满娱乐性 我们相信只有在现实的生活当中 才能够显明信仰的真实性 第三 优势是一个连结社区的公益电视台 我们看见在湾区有许多华人的社团及公益单位 但彼此缺乏互动 也没有合适的平台来彼此连结 促进合作 优势正好提供这样一个连结资源 服务社区的管道 感谢神 从开播直到如今 我们的努力已经得到社区一次的认同与好评 所以如果你还没观看过优势的节目 让我鼓励你 现在就可以在你的手机或是平板电脑上 下载优势频道的应用程式 从今天开始 就能够免费享受合乎信仰价值观的优质人 人生节目 愿上帝祝福你